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够买在起长点 以享受持续上涨带来的高收益 那么怎样洞悉主力操盘手法 做到与装共舞呢 今天就为大家揭开一种主力洗盘的组合K线点火方法 该方法也是前期和大家分享的量价关系分析的重要体现 大家好,我是海洋 本期分享非常重要 也是海洋系列买在安全起长点的点火K线 和K线组合之浪子回头 大家做好关注收藏以便查看学习 浪子回头属于K线组合 它的具体表现为 在股价构筑平台过程中 先拉出一根大阳线 然后三连因下跌 制造一种突破失败空军很强的假象 第四根则以放量大阳线形式收复三连因 并站上第一根大阳线三分之二 以上位置 或者直接收复第一根大阳线十顶确认浪子回头成立 标准图形就是下方所示 大家可以认真观察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 在石盘操作中 主力操盘手法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因此浪子回头的内部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盘面上会经常出现变体的浪子回头 比如下头中的浪子回头 组合中的中间调整K线就出现了五根 一般是三根 这里出现了一二三四五根 其他结构都是正常的 比如说最后一根大阳线突破第一根阳线的收盘价格 甚至包括上阳线也被一举拉下 显示这种最后一根大阳线的点火K线的威力 大家记住万变不离其中 大阳线后无论是三连阴还是四连阴 调整时都需要缩量 最后的确认大阳线拉伸时需要放量 而且最好是最后一根调整阴线的双倍量 例如南科高新在今年年初1月3号确认的浪子回头变体 我们来看一下 三连阴调整缩量 大阳线放量是前一根K线放量的量能的两倍以上 随后该股股价经过小幅整理之后 便开始两波拉伸起飞上涨空间较大 包括今年在年初的日整股份也同样如此 组合图形相对比较标准 我们来看前面第一根大阳线 随后三连阴缩量下跌 第四根反包大阳线放量收复前面第一根大阳线的收盘点位 显示浪子回头成功确认 那么该股在出现浪子回头模式后暴露了主力的做盘意图 后期跟上的都能大口吃肉 同时浪子回头模式如果能够叠加当前热点概念题材 则有更大空间预期 比如在2022年中受益新能源车 储能汽车热管理等等概念的银轮股份 在整理平台上出现了浪子回头变体 虽然换了马甲但是也能够轻松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根依然是大阳线 随后是一根低开高走冲高回落的一根小阳心线 后面跟着三连阴多了一根阳心线 但是最后的一根中阳线远远超过第一根大阳线的三分之二以上位置 确认这里的浪子回头模式成功 随后股价就开起了一波强烈拉伸 快速走高 这种案例还有很多 大家只要认真去发现 就能够看到这种操盘手法 比如说在2022年当时的汉中经济同样也是发生过类似的浪子回头模型 大家认真观察一下 方框以类发生了连环的浪子回头模型 这里是一个第一个浪子回头模型 这里是第二个浪子回头模型 而且在形成过程当中 最后一个把所有近期高点全部吞吃 最后形成一波强有力的上涨 小条之后再度出现大涨 所以这是浪子回头点火K线组合的威力所在 那么我们在讲了一些案例以后 再为大家做一个梳理和总结 第一电体结构往往具有隐蔽性 但更加具有爆发力 核心是在调整的时候需要缩量 以及在中大阳线确认的时候需要放量 一缩一放要收放自如 才是比较有爆发力的这种结构 第二是浪子回头 一般出现在中低位横盘整理中 往往是股价起飞的平台 发现后可以积极参与 第三如果叠加当前热点概念共振的个股会更加 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天为大家分享过 如何通过换手域 通过资金进流入 以及通过涨停效应来判断板块 那么判断到板块以后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点火K线 或者点火K线组合来找到相应目标个股 来各位老铁们 大家听懂了吗 孟子回头的应用方法 海洋就先为大家分解到这里 看完如果觉得海洋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关注和转发 感谢支持 不理解的地方也可以留言评论 海洋会抽空回复大家 让朋友们学以致用 我们下期再见